人家不就想跟你溺谷在一起吗 你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啊 那我这段工作时间不是忙吗 我给他说了 我说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去找他 他飞着不听 他飞着就是我不用心 我就觉得你不仅不用心吧 而且态度也有问题 就跟我聊天 就各种敷衍 我就给他说 我说前段时间下雨 我说我淋雨了 就是伞也没打 也没打汪呆了 然后就领着回去 结果他给我回啥 666 那我不是觉得他挺厉害吗 也不用伞下雨了 然后不是都夸赞 就当夸门夸赞 你挺厉害的 66666多好呀 他就觉得我好像敷衍他一样 我可能平时就是脑子转弯 就不太快 然后平时懒惰了一点 就是手脚上要多去找他一下 确实也没敷衍你 你记得他送你有一本书 就是没打伞的孩子吗 哪有男朋友这么对女朋友的呀 你觉得他有点不解风情 是不是意思啊 不解风情 然后完了 就是态度有问题 那你今天来想干嘛呢 我想跟他分手 那我不想分手 你给我老实坦白 你这段时间怎么了 我这段时间不是刚找着工作吗 然后 那个工作是一方面 然后平时跟同事出去喝喝酒 对吧 玩一玩 然后男生们该没点自己的时间呀 有时候周六日歇个假 就睡一睡 是不是觉得恢复单身特别快乐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就是那一年多谈恋爱 那不也还有他了吗 还没有恢复单身 还没 我就是摆设就名义上女朋友 别人一问 有个女朋友 完后也不用花心思 就还挺挺话挺乖的 就这种的 是不是过去从认识到谈恋爱开始 就没分开过 差不多 所以突然觉得呼吸新鲜空气了 他不在了 打游戏也能上分了 没人管了 也没人管了 男生是这么个心理 说好不容易 可是女生一腔热血呀 暑假我都没回家 我留来陪你 是吧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了 我情何以堪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那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怎么来调整吧 现在小孩谈恋爱 有一些吧 看他们长不大 有一些看他们长太快 就你们这种 瞬间在这么大学毕业 一年之内 就迅速进入老夫老妻的 这个模式状态 也很神奇 一两个月没见面是吗 在同城 一个月没有两个月 一个月没见面是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为什么我说你们 提前进入一个 老夫老妻的模式 对啊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真不想分手是吗 我肯定不想跟他分手 你爱他吗 我感觉我爱 他不爱的是吧 我提好几回分手了 我都没回过他 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才不回他的 我爱他 我不想跟他分手 但是我不想陪他 看他就烦 我跟他说一遍我就烦 我怎么都不高兴 我这也不高兴 那也不高兴 在一起都不高兴 但是我就不要跟他分手 有没有觉得自我矛盾 你能解释这个自我矛盾吗 我感觉我平时 你没想到你会儿 你回来的 我给你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